沙滩的树丛间有只海龟被困住了 它身陷其中无法搬动 而且这还是一只保育类的绿细龟 南沙群岛太平岛正值开放眷属登岛探亲 住房人员与家人温馨团聚 却发现绿细龟受困 清除动线上的障碍物 绿细龟终于能转向迈向大海 初步测量这只龟 体长大约95公分 活动力很好 在太平岛其实海龟才是著名 机场把它扩充的关系 上岸残卵的部分 它现在主要都集中在北边 太平岛不止国防地位重要 更是高雄市公告的海龟繁殖保育区 温度都是中年海龟温度大概28度左右 对于立西龟来讲 它基本上要26度以上 它才会有上岸残卵的动机 因为它28度 所以基本上它是中年可以产乱的 水温够高 食物充足 加上人为干扰少 让太平岛成为绿细龟的家 海巡署人员跟眷署齐心相助 也让这绿细龟能平安脱困 大约新闻陈一正成立委高雄报道 选择